可以一笔之后的话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可以多笔 基本上一笔 然后就可以新增一笔 然后再新增全部 新增全部的话就按下这些 等于是这个范围里面的 所有的资料通通都过去了 所以理论上按下它 不会也蛮快的 那我是没有试过更大量资料 而且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在问题二 在我们下一个单元的范例 大概一千多笔还是两千多笔 你也可以试一下 好像还蛮快的 一下就过去了 不太需要等待太久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过来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PHE-Miles密码 点它一下 这个地方看一下有没有 有嘛 OK资料过来了 就刚刚这个是我们刚刚扬什么 他就后来后面就自动帮我把资料再搬过来 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把旧的资料给删掉 这个资料删除 这个是就一个删除 其实就是把这个range给clear contents 应该还有印象 然后再来就怎么样 再从MySQL把它全部汇过来 有没有印象 SS里面一样 就是说下一个SQL语法是select的所有front问题 但是回来的东西 isq前面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recordset 那个recordset的物件就是 它会在记忆体产生一个表 一个表格 把它查回来放在记忆体里面 那我们再利用range range b3.copy from recordset 然后把那个recordset my eyes把它call回来 哎就回来了 OK call回来有没有 而且还蛮快的 你根本没什么感觉 对不对 所以其实像程式很复杂吗 不会啦 就是这样而已 这一二三就这个吧 改这里而已啊 后面加一行程式嘛 这个都有印象吧 没有很复杂啦 就这样而已 然后最后怎么样呢 再删除 删除什么呢 删除那个mySQL的资料 因为我已经call过去 但是我现在要把它们清空 那怎么清空呢 按它 OK 清空的 那我怎么知道清空 再点它一下 空的 OK 那实际上怎么清空呢 基本上也只是什么 下一个SQL语法而已 什么delete所有的from问题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delete 其实跟上面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只是说 把slate改成delete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call回来 这边没有call回来 因为是删掉嘛 不用call回来 OK 所以基本上上面跟下面是差不多一样东西啦 没有这一行 语法改一下而已 OK 不用update嘛 就delete成那一笔 insert一个新的 那就是等于update了嘛 不过 反正你就尽量去使用这些功能 然后最后做出来 最后做完之后呢 当然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现在用127.0.0.1 但是呢 你需要给什么呢 给那个 呃 你别人使用 那我刚刚讲过了 这边按右键 有没有 开启网路共用 然后我们的IP位置是这一个 163.14 15 45 所以你可以把把这边改一下 利用这边 163 所以你可能163.14.15.45 OK 对不对 没错吧 OK 好 那但是会有个问题哦 特别重要 如果你今天啊 个别个别 是OK的 但是 他预设 如果你要啊 做IP位置变更的话 可能还要再改一个地方 改什么地方 你现在这样测试哦 你会发现哦 现在这样测试哦 如果再把它新增过去的话 你会发现哦 它会卡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它不允许你远端 直接存取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哦 请特别注意哦 最后呢 如果你要开启让别人存取的这个权限 刚刚才只有单机啦 你自己单一台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给别人存取的话哦 注意一下这边 我这边有讲 My Seeker 再往下 卷动 卷到最下面 如何让远端可以连线 远端连线的话哦 记得哦 你不要用Root 所以你必须要新增一个使用者 那这个使用者哦 比如说每一个会连到你资料库 你不要给他录着账号 你给他另外一个账号 他们的部门或者是哪一个 反正他的英文名称之类的 然后给他他的帐 他的账号跟密码 你给他一组账号密码 那账号密码要怎么新增 很简单 刚刚有提过嘛 实用者 新的一个实用者 第一个哦 那实用者呢 改这些东西 就是他的 usernet 就是账号 我预设账号就给TESSA 密码的话呢 给1234 反正这练习 然后最后的话呢 记得底下全选 这个要打勾 这个要全选 也就是说呢 你要让他授予什么 授予底下这些 就是要让他可以做 底下这些事 大概不一定要全选 我们只是练习的时候 让他全选 他可以资料可以做这些 结构可以做 管理可以做这些 暂时先开给他 再去修改IP位置 才可以哦 否则的话 你刚刚没有 没有加一个实用者 他不允许你 那我们来做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请你回到Home Home 实用者 OK 特别说从这边哦 之前有同学找不到 我习惯是Home 然后实用者 再来呢 新增实用者 以后如果你要给别人一个账号的话 这边一个TESSA 其实关键就是这个 主机有没有 这个是所有主机 所以你如果说只能够允许本机 预设应该是 路程就只允许本机 除非你去修改路程的权限 把它改成任意主机 OK 所以我们用 假设我们要给别人 我们用任意主机 这边用所有的 这个意思是所有的 密码的话 1234 然后这边1234 然后 OK 就这两个 这个不要理他 产生他会自动产生的 我们用我们自己加的 底下这边打勾 这边全选 当然以后如果你不要让他印射的话 你就把印射打掉 他就不能印射了 这个只是权限 我们先通通给他 好 最后怎么样 按个执行 应该可以理解 OK 按执行 执行的话 他会出现 你已新增一个新的使用者 这个时候 你再利用那个使用者 去做连线 这个时候 远端的部分 才会成功 所以我只要改成什么 改Test 把Loot改成Test OK 没变了 其他我们来执行 IP位置 记得不要打错了 好 试一下 如果按F8 F8 过了 恭喜你 表示 你可以远端连线 OK 这样子的话 在公司内部 你就可以是 资料库的管理者 然后呢 就按F8 F8 F8 新增成功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 用起来 其实也大概足够了 足够你去使用 在很多地方上面 只是说 操作的方式 可能要熟练一下 OK 所以我再把这个重点提示一下 一按右键 这边 或者控制台里面 区域连线 查一下 详细资料 查一下你的IP位置 更改一下你的IP位置 然后呢 并且怎么样呢 建立一个使用者 建使用者的位置 记得哦 从 Home 里面的什么呢 啊 这个使用者 这边有个新增使用者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试一下 那 刚刚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不要 就是啊 建新使用者 你也可以改路程的路程的那个连线 你可以改成所有的主机 不过 我比较不建议 为什么 因为还是给他一个新的使用者会比较安全 不然路程的话是等于是superuser 是几乎是所有事情都能做了 OK 好 试试看哦